今年以来,宏观事件主导了投资的主要收益。其中疫情、俄乌战争、中美纷争、通胀及收水等因素均影响着资金的走向。我们作为基本面投资者。在投资部署是遇上不少困难和冲击。 以往,我们用基本面挑选到一些优质增长型股票。只要行业发展正常,公司执行力皆的话,股价很大机会呈正面发展。但到了今年,宏观局势不可控的因素太多。莫说我们做投资的感到困难。公司管理曾同样也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。 股价八成的变动取决于宏观因素变化。反而基本面的驱动只是小数。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。我们只能尋着应战。既要提升对宏观因素的把握度。同时要对维持对基本面投资普有信念。在股值上做好功课。 我们永远无法得知股市什么时候变好。只能默默地继续做好研究工作。我们这段时间一直没有态慢。每个星期尽量约一至两间公司深入访谈。 尽力发挂投资机会。同时。在股值模型中考虑多个风险因素。也参考较长期的平均股值。在众多变幻莫测的情势下尋找到不变的因素。 我们始终相信长期而言。股价的走向必定与公司业绩成正向关系。 适逢好友威廉仁分享了投资界大师马克思、Howard Marks的最新访问内容。 或许能够在于此事放下为各位基本面投资者带来心灵鸡汤。 其中重点包括。一、当市场充满兴奋。乐观和贪婪时。价值投资者很难找到便宜货。 我们今天比六个月前更快乐。我不知道六个月后我们是否更幸福。特价商品会更明显。 但至少玫瑰不再赞放。三隐号。二、我们不是市场的计时器。 我们从不通过出售来囚集现金已被下跌。从来不会说。现在很便宜。 但六个月后会更便宜。所以我们会等待。如果现在便宜。我们就买。如果六个月后价格更便宜。我们会买更多。 三隐号。三、价格下跌时。每个人都在担心。但价格恶化的另一面是许多类别的资产预期回报率比不久前还高。 这对寻找便宜货的人来说是一个更好的环境。 三隐号。四、宏观预测非常重要。唯一的问题是他们狠小是对的。 三隐号。马克思作为投资界泰斗。经验丰富。也经历过多次的金融危机。 他一直赖以成功的特点是理性看待估值。不被市场牵着走。 同时愿意在市场交叉的时候勇于买入心仪的风险资产。 他的当年丰富经验已清晰告诉我们。在市场交叉的时候买入股票。或许继续蒙受短期损失。 甚至有时候不知道股价何时才会上升。但只要公司的盈利还在增长。或许再往后能重拾增长。 股价长期应该还是上升的。我们很难把握绝对低位。也不会奢求再低位才大举入市。 因为往往最终会错过整个下跌时期建仓的机会。经验所得。 哪怕在红市之中。我们也会持有股票。维持对股市默搏的掌握。 只要不牵涉杠杆。股市下跌时分段买入优质资产依然是投资的长期黄道。